咱们去领略一下东北老河饭的魅力 食物消失数 不知道十块钱吃这些东西 大家觉得还值不值 我自己觉得是非常好吃非常值的 Hello 校伙伴们大家好呀 这里是瑞哥的小实力 我是因为每天只吃一点点的实力派女子瑞哥 刚才吃完了那家十块钱的东北河饭自助 我带大家来吃一下锦州烧烤 走在锦州的街道上 整个都能闻到烧烤的香气 这里有好多烧烤店 对面的小涛烧烤应该也是很久很久的一个牌子 这儿还有一家叫中信风味老店 但我们今天要带大家看的是 是锦州乃至中国唯一的烧烤博物馆 它旁边有官方单位锦州烧烤行业协会 给大家看一眼 看看锦州人是多么重视这个烧烤 这是真正正正的官方的协会 而且如果你在锦州吃到烧烤 可以来哪投诉 这个给你们指路 这里是锦州市烧烤博物馆 然后也是当地人口中 按号为门口有块大石头 今天就是他家 走 是咱锦州商好也就是源于元末清初 也就是1611年的时候 哇那真的好早之前了呀 对好早 一直往后也一直到去发的 是李正也就是这两家年的老板 他也就是锦州商好就是行业协会的 我刚才看到隔壁的那个烧烤行业协会了 对 然后说好像整个在锦州吃到烧烤有问题的 还可以去那投诉 对对对 然后有苹果木炭 对苹果木炭 咱家用的那就是果木炭 果木炭 对果木炭的口味呢 那种那种淡香味 咱家全是纯木炭炭烤的 对纯炭烤的 那些烧烤都是烧烤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在博物馆里 这是唯一家能吃饭的博物馆 这还有全球会员一栏表 我的天是我看错了吗 这有意大利的 洛杉矶加拿大温哥华 日本扎华 澳大利亚摩尔本 迪拜 巴提亚 法国巴黎 全都是锦州的这个会员烧烤门店 药油边 扇贝 生蚝 多吃鱼 吃鱼要一个 然后又靠了两个 牛帅要五个 大帅 羊帅要三个 继续比三个 然后五花肉要 没肉要的 牛肌皮要 就都要五帅就行 吃光 轻转要一 要两边 然后像精神锅 做菜 够脚 接着不得要 够脚 竹脚 变脚 变脚 好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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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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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变脚 然后变脚 点太多了 然后就反复的 跟我确认 爱着消费者协会 爱着荆州烧炮协会 所以我们都很好 这服务都很好 像个小果盘 谢谢 今天晚上你吃了 吃一个 好 谢谢 建议我一个人 点了 四点多的串 让他们送了我一个果盘 因为锦头烧炒 热的太好吃了 现在就放在这边 来来来 啊 有保温用的 对 把热保温用的 那你怎么好像 都不会冒烟 对 然后它就叫 无厌烧炒 加热的 我点的菜 基本上都上齐了 我就准备正式开始吃饭了 在开始吃饭之前 还是老规计 咱们先吃点碳水 点一点 来一口炒烘烈烈 这个是辽宁 咱们才有的特色 来一口 哇 锦州日炒烘烘面 一份给的料好大 感觉放了到底大面 太好吃了 用的红烧牛面的料理 然后加了大量的油 才能出来这个味 这个地方放的是红肠 怕不得说 我们先点一点啊 饿了 又加了原椒 金氏 这边加了原椒 放在火 小口 它没小口 这要喝点粒 可以 这个大家 hac 它这个5%肉 腌制过的 你看 看 真好吃 甜辣的口味 然后非常非常鲜 烤的是酱油脆脆的 大家看这焦乎乎的边 真觉得像吃肉骨一样 给大家尝一下东北烧烤的糖辣子 这是牛边 牛边有两种 一种吃西纸 可以参考一种味道融软 一种是这样的 是一种比较干本的 哇好韧当 好劲当 我的牙 我的假牙 嗯 这边菜好吃 大家那般煮的叫 护鲜肉 属于猪肉 好多人特别有嚼劲 鲜舟说法 就是 之前 腌制过的 每家的味道都不完全相同 在东北吃的时候 一定给牛边 太好 来吃 今周上还有另一个虫犯 这个叫残茧 虽然看着不好看 但里面是像 扒开之后 是像蛋黄这样的 非常富有营养 全是蛋白质 特别好吃 嗯 嗯 嗯 大家用了煎鲜的超级鲜 里面滑上了汁水 这个皮肤要吃啊 可以住出来 嗯 被隔壁的小女孩看到了 奶油不吃了 要不要奶串 你随便拿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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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东西里面来了 挺着必肠 完全没有烤干的状态 还是潮潮的湿湿润润的 那一咬还出汁 嗯 嗯 太棒了 扇贝 这个贝柱有这么大 嗯 嗯 嗯 真的好吃 哎呦 果然 扇贝的品质要是好了 口味就会更精进 再来一个 他们俩是一对 是朋友 不能让一个人哺哺哆哆哆的走 快大扇贝肉给你们吃 啊 嗯 嗯 嗯 烤之前应该是佛的扇贝 果然 在沿海城市 是海鲜双鲍 就是不一样 我这也是放开了点 然后其实也才花了400块钱 正常我觉得一加四口 或者一加五六口来 吃这400块钱等等吃饱了 哇 这双鲍好肥啊 嗯 嗯 这个生蚝这个汤一定要都吸着 太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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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们家特色 30块钱一只 不知道大家觉得还值不值 加一整份鱿鱿 嗯 嗯 点它点它 这鱿鱼 不可思议的好 嗯 嗯 它这种 好像有厚实的质感 你看这黄金帐 特别好 弹性做得绝了 嗯 嗯 结巴油鱼点它 这个真的超 大家看这个鱿鱼区上面是 这个超超 是一个三连 希望看到这个就好 拜托拜托给我一个三连吧 嗯 这是锦州特色的鸡头 这个鸡头主要是吃它上面这个皮 鸡锅这全是叫沿大美生 太棒了 怎么评价呢 我觉得 吃完锦头烧烤之后 我说很长一段时间 应该不会再说 其他的那种连锁烧烤锅好吃了 但是不一样 它把肉处理得特别嫩 然后呢 食材本身品质又好 腌料又对 就这 给大家尝一下他们家的彩椒牛肉串 这超推荐 牛肉串是 黑椒味的 然后上面放了红绿彩椒和原葱 腌炒 下一串我们来吃牛皮筋 铅椒烧烤 当不开明镜我挑不开任何美食 它的下线在我的上线之上 烤一下鸡皮 哇鸡皮都嫩嫩的 然后都已经烤到链脸上了 哇 这鸡皮也是必点 我现在真的是服了 服气了 难怪能开到洛杉矶 难怪能开到加拿大 这真的牛排 焦的地方焦脆的地方脆 软的地方软弹的地方弹 并且多汁 嗯 这不辣的成本菜 食材还能这么好吃 那就真的好 缓一缓吃颗冷面 嗯 吃颗冷面 嗯 嗯 吃颗冷面汤 吃颗这辣白菜 嗯 嗯 嗯 超绝的 你没事 东北 嗯 现在感觉这个灵魂都顺滑了 嗯 冷面太好吃了 我以为太久没有吃过东北冷面 这个面的口感才是真正的橘 嗯 嗯 嗯 在这种面汤里头 放了苹果 有果香 非常好 看一口东北特色的食袋 这个南华像我本人应该没见过 嗯 好吃 超好吃 嗯 它外皮 炒得皱皱巴巴的 而且是 里面的食蛋的 蛋体就是很嫩的 很渣 好不好 鸡脆骨 嗯 哇 小小的 但是非常精华 很好嚼气速度 充满了关键的韧性 然后上面调味料真的 稍微腌制过这条串 嗯 超好吃 超好吃 嗯 我明天就用实际行动来 展示一下我的紧张烧烤的就来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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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腌制过了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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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分鱼菜帮我们点上 牛扣呢是一种产自渤海的 然后油比较大的鱼 就直接把它撒点盐 放在锅上煎或者烤都很好吃 来一口 这个鱼的刺肉比较多 但都是那种小软刺肉可以吃的 他们家的所有的海鲜 我目前吃起来都觉得超级鲜 再给你们尝一下他们家的雌鱼 吃鱼超好吃 这种大量的整块的斑净的肉 然后一点刺没有 轻轻用水一炖就下来了 这鱼真好吃 鲜鲜的 然后呢 它是比较扎实的口感 不会特别软 但是真的超级超好吃 而且它配的这个蒜蓉辣酱 配的也好 锦州烧烤的是一大特色 蒜蓉辣酱的运用 那就比较扎实的 鱼 真是 真是 三香绿 谁见不见 我让鲜 这就是鲜鱼 吃鲜鱼 你可以你看看我的小龙子 一直在默默地帮我 加热东西 一只中小狗 夹压 吃鱼 是 吃鱼 吃鱼 它是这种不厚甜的这个 然后上面抹了黄油 和蛋液和這個麵乳 好吃的好了 你有出單 預備其他食物一單 這次的焦香的甜甜了 相比來說 饅頭就比較普通了 料調理也很一般 我還送這件麵包片 好啦 那冬季基本上每一樣給大家 都嘗了一口 然後接下來我就要準備正式吃飯了 看看這兩個人吃的一頓鼻都讓我開心 第一頓的那個盒飯吃完也盒飯 你們都吃吧 超級棒 家常菜呢 口味做的都非常好 然後環境也乾淨 食品也安全 都是民主 然後第二家呢 是在第一次人生中 在燒烤博物館吃這個燒烤 然後旁邊就是景州市燒烤協會 我覺得今天在景州看到這一條街的燒烤 讓我腦筋不斷的反響起一句話 做燒烤景州是認真的 今天我在景州的逛吃逛吃 一共消費400塊錢 然後呢算上打車應該是410塊錢 打車真的只要5塊錢起步費 大家覺得還怎樣呢 吃了這麼多東西 那如果正常人來景州的話 這是一道 這是一鍋錢包友好下 你可以花最少的錢 吃最棒的海鮮和最美好的燒烤 希望大家一共可以過來哦 這次就到這兒 給你們看一下東北人民的晚飯啊